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旦发炎如果不可逆转的话 它就可能会恶化变成肝硬化 我们讲脂肪肝到底有没有一些可逆转的方法 跟它有一些什么样治疗的控制 跟日常有些什么样的保健需要知道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隆重邀请到我们台北慈激医院医务部主任 同时也是我们胃肠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王佳琪医师 欢迎王佳琪医师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脂肪肝大家常常会形容它 可能就是肝胞油 这种台语话应该怎么讲会比较经典一点 台语应该就是肝胞油 肝胞油对的这三个字真的太经典 脂肪肝它的定义 其实就是肝脏的重量如果里头5%是油脂 我们就叫它脂肪肝 只要5%吗 对 那这个脂肪一旦进入肝脏 它会有代谢的机会可能吗 有可以的 可以的 这样听起来还有机会逆转吗 有有有 脂肪肝是吃出来的 大部分是正确的 因为一般我们常常讲的 我们在医学上叫非酒精性脂肪肝 是 那其实现在有一个新的名称 就是叫做代谢相关的脂肪肝病 你吃的热量过高 吃的热量过高 它就会累积 高卡路里啦 高糖啦 高蛋白质或高淀粉 高淀粉 高淀粉 高油 高油的 这些它过多的这些油脂或是热量 就会积存在肝脏里面 另外一个常常会引起脂肪肝的原因就是喝酒 喝酒 这就酒精性的 对 一般我们叫做酒精性的肝脏疾病 是 对 其实一般我们常讲的脂肪肝最常见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肥胖 是 一个是酗酒 是 这两个是最最常见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因 譬如说是这个药物 药物也会引起 那另外的话 当然血糖高 血脂肪高 这些也有相关性 还有一些是遗传性的 是 他有提到三高的问题 有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为什么这三高也可能跟脂肪肝有关系呢 它最重要的基转其实是胰岛素抗性 胰岛素抗性 糖尿病的成因也是胰岛素抗性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新陈代谢增后群 他主要的成因也是胰岛素抗性 以这个台湾来讲的话 男性如果腰尾超过90公分 是 那女性超过80公分 80公分 80公分 我们就认为他可能有点这个 这个中 这个中广身材 就是他比较有可能会有新陈代谢增后群 那就是高风险的 对 那他这些人他本来就 可能就有肥胖 是 就可能同时会合并其他的一些代谢上的问题 比如说血糖啊 血脂肪 这都是跟我们代谢有关系 了解 那血压也是一样 所以都息息相关的 对对没错 那所以刚刚讲到三高了 那还有的跟药物有关 对药物 大概什么样的药物呢 比如说有的女性会补充荷尔蒙啊等等 跟年期之后 对对那些类固醇的药物 对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心律不诊的药物 心律不诊 对对那也有少许的抗生素会引起脂肪肝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没有可能 没错呼吸中止的这种大部分的人他也是相对比较肥胖 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可能也是有相关性 那再加上说他有时候因为呼吸中止他可能会有一些缺氧 有一些缺氧的情况之下可能会产生一些发炎的反应 发炎反应会快一点 或者是自有机等等 这个也会导致他的脂肪肝可能比较容易发炎 脂肪肝他的症状到底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情况让你提早警觉 脂肪肝的症状并没有这么明显 大部分的病人可能都没有太多的症状 那也有少许的人他会觉得 诶 右上腹有点胀胀的不舒服 对 右上腹 因为我们肝脏就在右上腹 对对对 还有一些人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疲倦 肝不好就是会疲倦嘛 那另外有的时候会胃口差一点 对对对对 会出现这一些非特异性的症状 是是 对那当然少许的人就是我们要靠抽血了 抽血检验里头大概有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的病人 他的肝脏的指数发炎指数会高 那还有刚刚昨天你也提到嘛 像有一些比较严重可能会有黄胆的症状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已经是很严重的脂肪肝的问题了 对对那个就很严重 那个就叫黄胆症 所以我们希望早期诊断有些什么样的力气 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样的目标 诊断方面来讲脂肪肝最标准的做法当然是切片 但是我们临床上其实并不会这样做 因为现在医学人进步了嘛 所以一般最常见的我们就是做超音波 脂肪在超音波下 它会变白变亮 所以说我们会跟正常的肝脏的这个就不太一样 我们通常会把这个肝脏 它的这个超音波的回音跟这个肾脏 来做一个比较 还有回音来比较 理论上平常正常人应该是肝脏跟肾脏 它的超音波回音是相当的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肝脏变得比较亮了 回音变得比较强 变得比较白 它就会显现跟肾脏完全不同 脂肪肝它在诊断之后 它有分成几类吗 在超音波下 我们会依据它的这个变化的情况 简单分成轻度中度重度 如果是中重度的脂肪肝 甚至它的抽血 肝功能的指数有上升 GOP GPT 这种病人它的心血管的风险会比较高 第二个的话就是它也比较容易会产生肿瘤 对它的这个癌症的发生率会比较高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肝脏本身的一些这个所导致的死亡 比如刚刚讲的肝硬化啊肝癌啊导致它的死亡 这个并发症如果是有可能是同时发生 还是它有可能是跳着走的 它可能是三条路啦 三条路都有可能 有的是走肝脏这条路 有的人就是心肌梗塞了 就来不及救回来 或者是中风了等等 那有的人就是产生别的就是别的癌症 也有可能是肝癌 也有可能是肝脏以外的器官的癌症 脂肪肝它的治疗 我们一般讲说到底它有没有药可医呢 有没有机会逆转呢 其实是有机会逆转 所以说脂肪肝一般的话 我们要先确定它的病因 如果它是因为肥胖引起的 那当然就要减重 一般如果减少体重的5% 那大概可以这个脂肪的情况会改善 如果是减少体重的10% 纤维化也会改善 纤维化就可以改善 纤维化也会改善 然后甚至我们临床上很多病人 体重减少了10% 我们超音波下脂肪肝就不见了 完全不见就好了 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大概一个礼拜 0.5到1公斤就可以了 这一定要把它千万记住 对对对 速度要恰当就好 要控制 运动呢? 运动方面怎么做? 运动的话我们一般有分两种嘛 一种是有氧运动 一种是肌力训练 至少要30分钟以上 每周至少要3吃 心跳要超过130 目前的话脂肪肝事实上是目前还没有非常有效的药物 没有特效药对吧? 没有特效 没有什么一颗搞定 但是确实有一些研究是说某一些药物 对刚刚讲的比较严重的脂肪肝炎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这些药物它还是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在临床上还没有那么补给 那我们这边常见迷思像是 有人会问 脂肪肝只会找上肥胖的人吗? 那瘦子会不会有脂肪肝? 瘦的同样会有 因为脂肪肝的成因太多 肥胖只是其中一个 所以说当然是瘦的也有可能 那甚至也有遗传的关系 熬夜到底跟我们这个脂肪肝有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常讲爆肝爆肝 熬夜虽然来讲说 目前还没有非常明确明确的证据 但是它可能是跟这个胰岛素抗性 甚至跟这个脂肪肝是有可能有相关性 我们吃素的人应该就不会用脂肪肝了吧 因为我们也不吃油啊 对不对?会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这个也有人做过研究了 当然吃素的人他可能得到脂肪肝的机会 稍低一点点 但是还是有10%到20%的吃素的人 他还是有脂肪肝 吃素的人他可能就是蛋白质的摄取 要稍微要稍微增加 要稍微增加 再增加一点 对 脂肪肝都是喝酒造成的吗? 它的原因很多嘛 所以说其实还是有其他的人 没有喝酒 但是他肥胖 那也不行 或是还糖尿病不好好控制 他也是会脂肪肝 对 共病不好好控制也是不行的 对 如果是有高危险群的病患 B型肝炎啊 C型肝炎等等 这种我们就建议半年就要定期的追踪 那其中包括抽血 抽血 还有超音波 如果说是他是更危险 比如说已经肝硬化了 那我们就是建议三个月要追踪 每三个月就赶快追踪 那对于一般的民众 我们反倒是建议在一年 应该还是要检测一下 不管胖瘦呢 我们要远离脂肪肝的风险 我们一定要做到调整生活形态 注意我们的均衡饮食 还有维持我们的规律运动 当然很重要要少喝酒 还有呢要做定期的健检 还有呢还有呢 就是要维持正常的体重 这些才是不二法门 今天非常谢谢台北慈禧医院 卫肠肝胺肠胃科主治医师 王嘉琪医师 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那我们希望网友们拒绝脂肪肝 就从今天做起 好我们下次节目 拜拜咯 没有最健康 只会更健康 快上来加入好友 Top 1 Health